1月30日 资深女演员吴君如及郑玉玲等人 在尖沙嘴出席星光大道 重开的节目仪式 两人与其他艺人 一起在星光大道留下自己的手掌印 满满的幸福感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 今天很开心 因为跟他们一起 所有的就是在我做演员的时候 都有做的 所以很感动也很开心 我就觉得很荣幸 因为就这个手印代表了我 从入行到现在 经过的甜苦 辛酸 还有跟一些这么好的演员合作 也太客气了 所以呢 对我来说 这个真的今天真的好像 终于进入这个大家庭 得到业界的认同 对观众的认同 君如最近受邀参加蔡依林的MV 饰演姻缘女神 问到现实生活中 可会给对方介绍男朋友 她打趣指天后有天后的目光 自己也不会拉红线 但十分希望对方快点找一个 称心的如意郎君 提到转型当导演的话题 君如透露正在筹备一部新戏 希望可以在年底进行开拍 至于可会邀请刀姐出演 她就大爆上次邀请对方 惨遭拒绝的去世 她现在是导演吗 对啊 我现在是一个新的导演 我曾经也找过都都街拍戏 但是我打给她 她三秒钟就把我KO 三秒钟 因为我现在不拍戏了 我现在不拍戏了 拜拜 拜拜 左手边的传媒朋友 好 然后我们往左上角的传媒朋友 非凡娱乐 时时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